最近在各大电商平台上看到了一个惊为天人的电子商品 那就是3号充电电池 为什么说它惊为天人呢 因为它号称有4600mAh的电量 这可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啊 如果你对充电电池有点研究 应该就会知道目前称霸全世界的产品 就是电量只有1900mAh的Panasonic Analoop AA电池 然而现在另一家知名大厂出了一个电量直接跳空大涨的接近2.5倍的电池 这电量几乎可以取代二号电池了啊 看着我那三天两头就要换一次电池的DVD播放机 当下真是充满了希望啊 然而看到此商品的当下在假货横行的现金市场上 我实在有点难以相信这是真的 但相同的事情一旦多了就不禁让人怀疑 它开不会是真的吧 因为4600mAh这个电量实在太诱人 身为一个好奇的DIY玩家 这时我们当然要来验证一下啦 如果你对充电池的内部架构有点概念 应该就会知道它们的电量会取决于它的体积和重量 所以对比重量通常就可以知道电量的多寡了 我们先看看ANALOOP的这三个不同的型号 分别是轻量级 标准级 以及专业级 重量就有很明显的差别 再来看看这颗S牌的电池的重量 那你竟然比ANALOOP轻量级的重量还轻 但它却敢声称有两倍多的电量 这要不是用了什么黑魔法 就就是诈骗了啊 不过魔鬼藏在细节里 有看到它标示的规格了吗 4600mAh 前面有个Typical是什么意思 因为一般规格都有最大最小值和典型值 而Typical是典型值不是最小值 所以就算电量不到 你也不能找它算账啊 但无论如何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测试看看吧 我们的测试方法 会使用和我们先前测试时相同的环境 如果你小了解细节 不妨可以参考我们这部片子 总之 我们的测试会使用一个定电流负载 对电池放电 分别测试100mAh 500mAh 和1Ah三个电流 我们就先以500mAh开始测试 看看它可以撑多久 先确认一下初时空宅电压 大概每颗1.4V 接上电池 然后开始通电 电池回入电流为500mAh 就这样让它跑到没电吧 才1小时40分左右 已经完全没电了 现在可以把它重新充保电 再换其他的电流试试看 这次我们改成用1A进行测试 大概50分钟左右没电 之后我们用其他组电池 又测了好几次放电 每次也都差不多是 50分钟左右就没电了 因此我们可以得知 每一组的品质其实是差不多的 最后我们用100mAh进行测试 用这个来计算电量结果 初时电压1.42V 现在电量很满 然后用100mAh开始进行放电 让它放到没电 大约经过8个小时半 这个电压已经退不动 大部分的电子装置了 我们看这个结果 100mAh乘以大概8.5个小时 电量很明显远不足 4600mAh 实际上也就和一般 碳性电池电量差不多而已 现在市场上充斥着 难以辨识的资讯 所以之后 如果您看到规格指标 是Typical典型值的 就要提高警觉啦 另外 这个产品没有包装紫卡 做工也非常拙劣 明显不像是日制产品 但却又明目张胆地充斥于市场中 所以大家只能自己分辨啦 感谢您的收看 最后请别忘了按赞订阅哦 下回见啦 拜拜